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段 好 一开始呢 它的副标题是 Countdown on activities that don't require you to think 好 那么我们先来看这个标题 第一个就出现一个重要的片语 这个Cutdown on Cutdown on这个字呢 就是减少 或者是所谓的降低的意思 这个呢 同学很容易犯的一个错误 就是呢 会忘掉了 要加上on这个字 好 所以Cutdown on基本上呢 是三个字合在一起的同学呢 特别要注意到 所以呢 你要减少降低这些活动 什么样的活动呢 来 我们看这个字 这个字呢 英文念成activity activity这个字当作名词就是活动 这边把y去掉 再加上ies 就变成它名词的复数 所以呢 减少一些活动 什么样的活动呢 这边有一个关系代名词that 所引导的一个形容词指句 在这边呢 这个形容词指句呢 它就是用来修饰前面的activity 好 它是用来修饰前面的活动 什么样的活动呢 that don't require you to think 好 那我们看看这个字 这个字呢 英文念成require require呢 这个字的动词 它是属于一个集物动词 后面必须要接受词 所以呢 减少那些呢 不需要你去思考的那些活动 好 所以呢 读者呢 可能会觉得奇怪 那这些活动有哪一些呢 好 所以我们就知道了 可以预期的到 作者接下来就是要解释这些活动 有哪些活动 是不需要我们能用大脑去思考的 好 所以开始他说 watching tv is an activity that most people do too much 好 所以开始我们就知道 这是一个动名词片语当主词 这个主词就是看电视这件事 好 所以呢 看电视这件事呢 这边呢 它当作呢 我们这个句子的主词 动词呢 就是必动词了 好 所以他说看电视呢 就是一个活动 就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呢 an activity that 好 又是一个形容词 直去that出现了 那这边的that呢 其实呢 我们可以知道 它是用来修饰前面的先行词活动 好 所以他就说呢 看电视呢 就是一项活动 什么样的活动呢 most people do too much 大部分的人做了太多的活动 就是一般人的修行活动 现在就是坐在沙发前面看电视 其他的活动都忘了 要去进一步的尝试了 好 接下来他说呢 many tv programs require no mental input at all 那我们看一下有许多的电视节目 require又重新出现了 他们需要什么东西呢 他们需要没有东西 那就是不需要的意思 他们不需要一些呢 mental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mental这个字 mental这个字呢 它当作形容词指的就是精神上心理的 那input呢 就是输入的意思 我们知道呢 电脑里面有output 也有input 那你要把什么东西输入 那这个mental input 我们这边呢 中文就可以把它翻成叫做动动脑 你必须要呢 在你的脑袋里面放进去一些东西 就是要输入 而不是呢 一味的就什么东西都没有反应 所以呢 他这边呢 还有另外一个也是很常见的片语 也就是no 什么什么at all 它其实呢 有另外一种写法就是not at all 好 那不管是not at all 或者是no at all 它其实的意思 都是所谓的一点也不的意思 一点都没有 叫做not at all 或者是no at all 那什么时候用not呢 很简单 当它后面接的是形容词 副词的时候 我们就用not 那not呢 特别要注意到 它后面接的是名词 因为我们知道呢 not这个字呢 它本身是形容词 所以很简单 我说我没有钱 你会说I have no money 你不会说I have not money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not 它就是一个形容词 用来修饰后面的那个money 所以呢 这边为什么用no 不用not 就是因为 mental input 这边呢 它是一个名词 所以呢 许多的电视呢 它不会要它的观众呢 去做一些心灵上面的思考 或者是脑筋去动脑筋 一点都不需要 no at all 你就坐在那边 它就表演给你看 你永远都不需要去输入任何的东西 或者去思考 是否它里面的节目的内容是正确的 或者是错误的 好 接下来它说 The more time you spend on these programs The more easily you pick up the habit of turning off your brain 那这边呢 接下来呢 就一个非常重要的句型 这个句型就是 The more The more的用法 那The more The more 这个句型呢 在我们的英文里面呢 算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句型 那这边呢 其实more代表的就是所谓的比较集 那这样的句型呢 我们中文就把它翻成 月怎么样 折月怎么样 那为了要让各位同学呢 了解这个句型呢 Andy呢 先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句 好 这个例句呢 就是The more The merrier 好 各位还记得merrier这个字吗 其实merrier这个字 就是我们圣诞节的时候 在祝人家 祝你的朋友圣诞快乐的时候 我们会说 Merry Christmas 对不对 所以这个merrier 其实就是 M-E-R-R-Y 把Y去掉 再加上I-E-R 所以它是比较快乐的意思 越多就越快乐 好 所以我们中文就可以把它翻成什么呢 多多益善 越多越好 就是The more The merrier 所以这是一个典型的 The more加The more的句型 所以这边它是越多了什么呢 越多了时间 什么时间呢 它其实这中间呢 省略掉了一个关系代名词 That The more time that you spend You spend on these programs 也就是说呢 你花在这些节目上头的时间越多 所以That you spend on this program 它其实就是一个形容词指句 在这边呢 它就是用来修饰前面的这个time了 OK 所以它说呢 你花在这些节目上面的时间越多 那么The more easily 你就越容易 easily这个字是副词 它的比较急 我们在前面直接加more就可以了 你越容易怎么样呢 pick up the habit of 来我们看一下 pick up the habit of 我们中文就翻成养成什么什么样的习惯 那这个时候呢 除了用pick up 我们记得在上一几段 我们曾经讲过 这个养成一个习惯 它其实除了用pick up之外 它还可以用一个蛮常见的 叫做develop 或者是所谓的forum 还有另外一个fall into 好像这些都是可以呢 把它翻译成养成什么习惯的动词 养成 好 所以呢 你在这方面的这些节目 花的时间越多 那么你就越容易呢 养成这种习惯 什么习惯呢 turning off your brain 好 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个片语 这个片语呢 英文念成turn off 它的意思呢 就是关闭的意思 跟它的相反词就是turn on 那turn on呢 就是打开 所以呢 你就会养成一种呢 把你的大脑关闭的习惯 什么意思呢 你就坐在那边静静的看 你的脑袋都不用思考 所以呢 这对于你的记忆力呢 会有很大的伤害 所以呢 作者建议我们 尽量不要多看电视 那我们接下来看 第下面这一段 read more read这个字 指的就是阅读 所以呢 除了刚才那边呢 要减少一些呢 不需要动脑的活动之外 接下来要注意到就是你要多多的阅读 带我们看一下 reading provides one of the best ways to exercise your brain 一开始也是一样 reading在这边变成我们的主词了 它也是一个动名词当主词 所以各位你有没有发现 它后面的动词provide这个字 它要加s 为什么 因为reading 只要是动名词当主词的一律 要把它视为单数 所以呢 当我们的动词是 现在是主词第三人称单数 那你就要加s 所以呢 阅读这件事情呢 它提供了其中的一个 one of the 后面接名词 什么东西呢 最好的方法的其中之一 那后面呢 有一个to exercise your brain 我们知道这边的to exercise 就是练习锻炼的意思 所以这边的exercise这个字 我们可以把它翻成锻炼 就是这个字 你可以看得到 exercise这个字呢 本身的意思非常非常多 还可以当作运动 其实运动就是在锻炼你的身体 也可以当作呢 我们呢 习坐上面的练习题 英文 也念成exercise 但是这边当作动词 好 它说阅读呢 它提供了最好的方法之一 什么做什么事情的方法呢 这个不定词 注意哦 在这边当作一个形容词 用来修饰前面的名词 好 就是呢 来所谓的锻炼你的大脑的 最好的方法的其中之一 它不是唯一 锻炼的方法很多 但是阅读呢 提供的其中最好的方法的 其中一种 好 那么接下来呢 Andy要跟同学呢 补充的是provide这个字 provide这个字呢 我们来看一下 它呢 总共有两个音节 一个是pro 另外一个是vide 念成vide 中音节 落在第二个音节 我们念成provide 那我们说呢 提供供应 其实有很多字 都是供应的意思 例如我们另外 曾经看过的 叫做supply 还有另外一个 也叫做供应 那个字 就叫做offer 所以呢 这三个字 同学不妨可以一起 把它记一记 好 所以呢 阅读呢 提供呢 锻炼你的大脑的 最好的方式的 其中一种 好 接下来它说 whether you are busy working or studying you should spare some time to read 好 那这边一开始呢 就有一个重要的 连接词出现了 这个连接词呢 就是由where 所引导的一个 比较条件的词句 这个就是whether or 那whether or的意思 来我们来看一下 whether or 我们中文呢 就把它翻成 无论什么什么 或者什么什么 好 就是一个连接词 这边连接两个 对不对 working or 就是连接working 跟studying 所以呢无论呢 你是忙着工作 或读书 whether you are busy working or studying 不管你是这两个 其中哪一个 那这边呢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句型 这个句型也非常常用 同学呢 一定要特别把它注意的 就是呢 一个人忙着做什么事情 后面遇到动词 一定要加ing 好 就是忙着 做什么什么事情 好 所以呢 这是be busy 后面一接动名词 这是一个很特殊的句型 同学要特别注意到 所以呢 无论呢 你是在忙着工作 或者是忙着读书 you should spare some time to read 好 那我们看一下 spare这个字 spare这个字呢 原本呢 当作形容词 可以当作多余的 剩下的 好 分出 腾出 什么 那我这边 当作动词 指的就是 腾出 什么样的时间来 那我们知道呢 每一部车子后面 不知道同学 有没有注意过 我们车子的后面呢 其实后车厢都会有个 备胎 那个备胎就是哪一个呢 就是spare tire 就是我们所谓的备胎 多余的 剩下的 空险的 备用品 英文就用spare这个字 但是在这边呢 我们当作动词 指的就是腾出 所以呢 无论呢 你是忙着工作 或者是忙着读书 你应该呢 要腾出一些时间 干什么呢 来阅读 好 那这边呢 英底要提醒同学的是 腾出时间 做什么事情 各位有没有看到 我们说呢 spare 后面呢 接上时间 对不对 后面呢 接的动词 很简单 就是接不定词 腾出时间呢 做什么什么事情 这个时候呢 如果你前面的动词 是spare的时候 后面 我们要接不定词 但是英文里面呢 有一个也是 类似的剧情 同学要特别注意到 他就是用spare 再加time 这时候就不一样了 这个时候呢 他的动词呢 就要加上ing了 这时候呢 我们中文就翻成 花时间 做什么什么什么事情 看起来 感觉起来 这个spare 跟spare 他的拼法 意思都差不多 但是呢 他们两个人 在文法上面的使用 同学要特别特别的注意 好 所以呢 我们呢 无论你是忙着工作 或读书 你应该要腾出一些时间来阅读 when you read you have to actively use your memory to recognize words and arrange them into phrases then sentences and then ideas 好 所以呢 当你阅读的时候 这个简单 when you read you have to have to 就是必须的意思 you must 你必须要呢 actively 就是活跃的 那么我们来看看呢 这个字 这个字呢 英文呢 就念成actively 那actively呢 我们看到 ly结尾 就知道 它是一个副词 我们中文翻成 活跃的 主动的 所以当你阅读的时候呢 你必须要呢 主动的 是利用你的记忆力 来干什么呢 来 recognize words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字 这个字我们念成 recognize 它的意思 动词叫做认识 或者是去试出 把它看懂 好 去认得这些字 而且呢 要怎么样呢 arrange them arrange这个字 它的意思就是安排 要把它安排 安排他们把字凑起来 把它排成什么呢 arrange them into phrases 那phrase这个字 主的就是片语 所以我们知道呢 字其实就是英文里面呢 最基本的一个结构 一个要素 然后那个字 结合起来呢 就变成一个phrase 就变成一个片语了 那么然后再变成句子 好 由字变成片语 再变成句子 然后我们才能够找出呢 这个段落 或这篇文章的主旨 OK 好 那么呢 我们接下来呢 主旨或者是概念 好 接下来我们看最后一句 the more often you read the more mental workouts you get 好 那这边呢 我们大概同学 可以看得出来了 这边又是另外的 刚才的那个月怎么样 折月怎么样的句型 又出现了 好 所以他说呢 月长 often 就是常常的意思 你呢 经常的阅读 你经常阅读 那么呢 you the more mental workout 我们先看看这个字 好 workout这个字呢 如果同学你仔细看 它其实是由work 再加上out 这个字 所以这个字 其实是两个字 所形成的 那workout呢 其实呢 我们在 那个 我们经常看到现在人 因为呢 工作很忙碌 运动的时间不够 所以常常很多人会跑到 所谓的健身房里面 去workout 所以这个workout 指的就是呢 身体锻炼身体的意思 那我们说身体要锻炼 我们的脑筋 当然也要锻炼 所以呢 这边的workout 当作名词 指的就是锻炼 那这边指的是 mental workout 指的是我们脑袋的 心理上面的锻炼呢 你就会获得的越多 所以呢 这边我们就把它翻成 你越读越多 你的心智锻炼 mental workout 就会得越多 那么我们这一段呢 就讲解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